眼前这个小伙可真倒霉啊 带着狗子游泳 不料突然变天被雷击中 但却因此获得上古传承 鸡腿等等我 别跑那么快 这傻狗做梦都在吃 这天真特么热 干嘛 旺财走去游泳去 啊 游泳就游泳 你替我干啥 哈哈 爽 汪汪汪 旺财 咱们比赛游泳 你要是能赢了我 今晚宝哥赏你个鸡腿 真的吗 狗子 别高兴得太早 我告诉你 想吃鸡腿儿 你得先赢了我再说 要是赢不了我 鸡屁股都不给你 狗大爷的狗袍可是独步天下 还能赢不过你 来 准备好了 我数三生 咱们一起开始游 谁先游到那边的大石头 尚算谁赢 三 捕人 你个老六 偷袭 看本汪祖传的技术 嘿嘿 怎么样 还是宝哥厉害吧 你使诈 咋的 不服气 这叫兵不厌诈懂不 俺不是人 但你是真狗啊 靠 你个傻狗敢比是你主人 信不信今晚吃狗肉火锅 明明是你使诈赢了狗大爷 还不让狗大爷抱怨几句 还有没有天理了 看把你委屈的 就算你赢了 晚上宝哥赏你一个鸡腿行了吧 真的吗 真的吗 太好了 要下雨了 看来老话说的不错 八月的天 女人的脸 说变就变 旺财 赶紧上去回家了 我去 吓死宝哥了 啊 赌人 赌人 你行行 你答应给本汪的鸡腿 还没兑现呢 等鸡腿给了 再没也不迟啊 贼老天 你呀太不公平了吧 世上那么多恶人 你不批 凭啥要批劳资 小友 你好啊 你是谁 我不是被雷劈了吗 这是地府吗 这里不是地府 至于我吗 无奈炎帝神龙氏 小友 我关你骨骼惊奇 是万年难遇的练武奇才 正好我这里有个传承 给你了 传承 给我了 这一幕怎么感觉 在哪里见过 小友 此乃洪荒祖龙之血脉 如当好生照样 切记 切记 但是到家琢磨半天 也没发现什么 难道所谓的传承 是假的 不应该啊 哇 这是什么蛋 好吃吗 旺财 我告诉你 不准打这颗蛋的主意 不然我飞顿了 你不可 小宝 我跟你爸上山踩骏子 你去不去啊 去 当然去了 又有什么事 旺财 走 跟我上山踩骏子 天不亮 就把狗爷叫醒 真的是没人性啊 你个傻狗 给我精神点 今天你要是能发现 一斤以上的松茸 中午给你加两个鸡腿 真是太狗了 总是拿鸡腿绑架我 爸妈 你们在这边踩 我往山里再走走 看能不能多点收获 那你小心一点 可别跑太远了 妈 听说山里有狼 放心吧 有旺财呢 就算遇到狼 我也不怕 放心吧 本汪可是仙女山第一霸王 有本汪在 什么野狼野狗 都得乖乖地跪下唱征服 那也得注意安全 知道了 妈 这是鸡从军 今天的运气还真是不错 看来这是要发财的节奏啊 这啥玩意儿 这东西长得跟姜块差不多 带着一股特殊的气味 闻起来又带着一点大蒜味儿 算了 拿回家让爸妈看看 汪汪汪 叫什么叫 又不是松茸 不爱了就放手走吧 小宝 我跟你爸先回去了 你也抓紧回家 知道了吗 咦 你一个人竟然比我跟你爸 两人踩的郡子还多 那必须的 不然我怎么叫 踩君小王子呢 主人 本汪饿了 你答应本汪的大餐呢 什么大餐 你等一会 我能踩到这么多君子旺财 也功不可没 我们家旺财最棒了 来 旺财 吃个包子 小宝 等会儿你去卖郡子吧 我跟你爸打算去给咱家的玉米上上化肥 没问题 走过路过 不要错过 极品野山君 价格实惠 数量有限 只要五百克一斤 只要五百克一斤 错过这个村 可就没有这个店了 这松绒品相不错 今天刚踩的吗 这位大叔 您真是好眼力 我这可都是今天早上刚踩的野山君 您看这上面还沾着露水呢 怎么样 要不要来点 这可是难得的好东西 多少钱一斤啊 五百克一斤 小伙子 你这可太便宜了 我们那一斤都是两千克 呵呵 大叔 开个玩笑 这边个头小的两百一斤 这边个头大的两百五一斤 小伙子 你这价格比别人家的可稍微贵了点啊 大叔 咱这叫一分价钱一分货 东西好 当然就贵了 您说 是不是这个李儿 你说的倒也没错 但我还是觉得贵了 你还能不能便宜点 你要是给便宜的话 我就买几个 看在您是我今天第一单生意的份上 那我就给您打个九折吧 这总行了吧 行 给我挑几个 好的 眼瞅着 这就要上午了 市场的人也开始逐渐减少 但宝哥的郡子 仍然还有不少没卖出去 就在宝哥考虑 要不要降低一下价格 赶紧脱手的时候 一道倩影映入了他的眼帘 旺财 看有美女 老板 你这松永怎么卖啊 见个美女 就这幅模样 还不如狗爷 你看狗爷啥时候 见到母狗走不动路过 也不知道隔壁村的大花 有没有给狗爷戴绿帽子 啊 你刚才说什么 我说你这个松永怎么卖 这边小个的两百一斤 这边大个的两百五一斤 价格还算合理 如果我把你这个郡子都打包的话 能不能给个优惠 哇 这是碰到大老板了 如果你真的全要 那我就给你打个八五折 怎么样 行 那你给我都撑了吧 这是 没想到 既然真的是白松露 而且还是一块品质极佳的白松露 老板 你这块白松露怎么卖 我买了 你刚才说 这是啥玩意儿 你竟然连松露都不认识 哦 也对 咱们云州总共也没出产过几次 白松露 这是白松露 这么一块 可比你这所有的郡子 加起来还要值钱 白松露可是被誉为餐桌上的钻石 郡子界的劳斯劳斯 价格呢是相当的贵 只有高档餐厅才会供应 随便吃一口 几千块就没了 只不过这种东西太罕见了 之前从来没有见过食物 要不是旺财把这东西从土里扒拉出来 就算看到了 也会认为是野浆疙瘩 根本不会把这个当回事 老板 我出八千 你把这块白松露也卖给我吧 啊 八千 我在加点 一万块 您把这块白松露让给我 美女 这么大一块白松露 一万块就想拿走 你这也有点推不厚道吧 小伙子 我出两万 你把它卖给我吧 大爷 这块白松露 可是我先说要买的 您这样横刀夺爱 才有点不厚道吧 或是这个小伙子的 只要他没卖给你 我出钱购买 完全合情合理 小伙子 怎么样 两万块钱卖不卖呀 虽说慕玲珑是个大美女 可杨小宝 跟他非亲非故 再加上他大老远跑到城里 卖这些骏子 就是为了赚钱 所以自然是 嫁高者得知 就在他准备 开口说卖的时候 慕玲珑再次开口了 老板 我出三万 你把这白松露卖给我 我出三万 我出五万 我倒要看看谁还跟我抢 既然你这么想要 那这白松露就让给你了 老头子 我不跟你抢了 老板 五万卖不卖 你给个痛快话吧 卖 当然卖 对了美女 我叫杨小宝 不知道你叫什么名字 我叫慕玲珑 这是我的名片 以后 你如果还有品质上加的野生君子 或者是白松露的话 都可以联系我 我可以上门收购 价格保证你满意 没问题 杨老板 那我就先走了 你有货再联系我 好的 慕玲珑 名字好听 人也漂亮 估计又是一个白富美 也不知道以后会便宜哪个牲口 杨小宝望着慕玲珑的背影 暗叹道 这慕玲珑美若天仙 年纪跟他差不多大 但人家已经贵为酒楼总经理 而他却只是一个无业游民 两者之间的差距宛如鸿沟 但杨小宝可没有任何自卑 毕竟他刚刚得到了 炎帝神龙的传承 他相信等回去后 自己把那传承给弄清楚 是怎么回事 以后自己必然会站在这个世界的巅峰 旺财 走 回家 旺财 做好了 等会 本汪还没上去 啊 赌人 本汪还没上去 你等等本汪啊 旺财 这次多亏了你 才能多赚五万 等回到家宝哥 奖励你个烧鸡 没爱了 主人你狗掉了 也不知道回头看看 难道你是嫌本汪吃的太多 故意把本汪扔了吗 可是本汪吃的也不多啊 难道是本汪在你饮料里面撒尿废 你知道了 不可能 当时你正在睡觉 爸妈 我回来了 哟 小宝回来了 正好 饭刚做好 赶紧进屋吃饭 好嘞 小宝 你咋买这么多肉啊 这得花不少钱吧 总共才花了一百多块钱 不算啥 哟 今天发财了 说话这么硬气 嘿嘿 爸妈 你们知道今天 我上山踩的那些野山军 卖了多少钱吗 我看你好像都卖光了 应该有一千多吧 太少了 往高里猜 小宝 你不会卖了三千块吧 小了 格局小了 不让你们猜了 我估计你们猜到 天黑也猜不出来 实话告诉你们 我这次一共卖了五万三千多 多少 小宝 你不会拿你爸妈开心的呢吧 那些骏子怎么可能卖这么多钱 光是那些骏子 肯定卖不了那么多钱 关键里面有一块白松露 杨小宝将松露的事情 跟父母说了一遍 甚至还把自己银行卡 到账短信拿出来 给他们看了看 不过 话说回来 这次可多亏了旺财 要不是旺财发现了这块白松露 我就要跟五万块擦肩而过了 小宝 那要不然咱们等会儿吃完饭 再上山去看看吧 万一再发现几块你说的这个白松露 那咱们不就发了 您想多了 这白松露对生长环境要求特别苛刻 而且产量极其稀少 旺财能找到 估计也是捡了狗屎运 所以您还是别指望靠这个发财了 那好吧 对了 旺财呢 怎么没看见旺财 可能去找隔壁村 小花去了吧 估计一会就回来了 累死本望了 呦 旺财 我还以为你没回来 看我给你带了什么 平常到饭点不是很积极吗 今天这是怎么了 是不是被大花甩了 失恋了 你干嘛 你不是不要我了 把我扔了吗 拽我干嘛 这从何说起 我什么时候不要你了 那回来的时候 本汪还没上去 你看都不看就走了 你看你看 本汪的爪子都走肿了 啊 这 我那不是高兴过头了 没注意吗 你看 我要是想把你扔了 还会给你带烧鸡吗 真的不是 想把本汪扔了 真不是 啊 那好吧 看在烧鸡的份上 本汪原谅你了 一会吃完过来 我给你包扎一下狗腿子 啊 鸡叫什么 吵死了 天都没亮 再叫本汪 把你烤了 小宝 等会儿 我跟你爸准备衬伤 去给咱家的桃树 追匪 你去不去 去 反正我在家闲着 也没事 那行 等会儿 你跟你爸拿着那些农具 我扛这袋化肥 妈 等会儿我来扛就行了 您跟爸拿着农具先去 我现在 好歹也是撞小伙 又不是小孩子了 哪能让您扛 呵呵 我家小宝长大了 旺财 走了 跟宝哥去桃源 啊 赌人 这蛋可真硬 把地都砸裂了 老天爷啊 你把我们家的桃铃毁了 这不是要我们一家子的命吗 哎 贵分 别哭了 已经这样了 哭也无济于事 哎哎哎 狗大爷来了 小花 你怎么也在这里 小花 今天天气挺冷的 要不要本汪给你呜呜 爸 怎么回事 哎 咱们家桃铃被野猪祸祸祸了 本来还想着桃子熟了卖了还债呢 可现在 啊 看样子应该是 昨天风雨吹倒了桃树 然后山上的野猪 趁机将这里的桃树祸祸祸了 这可是父母辛辛苦苦 花了五年时间培育的桃树 却被野猪糟蹋了 这些野猪真是该死 哎 要是我能让这些桃树 起死回生 那该多好 清帝木皇宫 明日月之精华 举天地之灵气 可起死回生 生发万物 这法术这么牛 真的假的 哼 管它真假 先试试再说 丹林秘术 落空 只见 空气中突然出现一丝丝水雾 当这些水雾粘到桃树上之后 本来已经枯黄的枝叶 立刻变得清脆于地 那枯死的桃树也迅速恢复了生机 而且桃树之上那些青色的桃子 以肉眼可见的速度 由轻转红 只是眨眼的功夫便已经成熟 我桃 真是麻雀 啄了牛屁股 属实牛皮 我桃 狗爷看到了什么 狗爷不会是出现幻觉了吧 旺财 过来 干嘛 你干嘛 我看看是不是在做梦 那你不会抄你自己吗 你捶我干嘛 呜呜呜 没碍了 好在爸妈在桃圆前面 要不然只怕会直接吓晕过去 哈哈 老子现在拥有了这种先人手段 那赚钱岂不是比银行要容易 此时的小宝 似乎已经看到自己成为世界首富 无数美女主动向他投怀送报的美好生活 为了不让自己老妈再伤心 杨小宝再次施展起甘霖秘书 准备将其他枯死的桃树也全部救活 但是才救活第二棵桃树 小宝眼前突然一黑 一屁股坐在了地上 难道是施展了甘霖秘书 导致了身体被掏空 真好吃 小花给你尝尝 这桃子也太好吃了吧 只怕王母娘娘的盘桃也不过如此吧 杨小宝在休息了一会后 起身朝着桃园路口走去 此时的宝妈仍然坐在地上抽气着 而宝爸杨大富则是愁眉苦脸地蹲在一旁 妈 别哭了 我有办法可以救活咱家的桃树 你别安慰妈了 脖子都落光了 这桃树根本不可能救活了 妈 我真没骗你 你不相信你跟我过来 爸 你也过来 妈 爸 你们看这三棵桃树 我 我不是在做梦吧 您没做梦 你们尝尝 这桃子特别的好吃 田桂芬木然地接过桃子咬了一口 脸上表情再度变得呆质 片刻之后 回过神来的田桂芬拿起桃子 就郎中午变起来 这是咱们种的桃子吗 怎么这么好吃啊 这当然是咱们种的桃子了 小宝 你是怎么让这些桃树活过来的 还有 这些桃子怎么提前成熟了 我以前有个同学 他爸是农业研究所的所长 他们最近研制出来一种很特殊的生长素 正好我同学之前偷送了我三瓶 我刚才抱着试一试的态度 把那生长素倒在了桃树上 谁知道这些桃树就活了 最神奇的是桃子直接就成熟了 梁小宝故意编了一个善意的谎言道 因为他得到先人传承的 是听起来太荒谱了 一是怕吓到父母 最重要的一点 皮肤无罪怀必其罪的道理 他还是懂的 他担心父母不小心泄露出去 分分钟就会被人给欠骗研究 小宝 你刚才说的是真的假的 当然是真的了 这可是我同学 他爸花了二十年才研究出来的高科技产品 这个世界上真有这么神奇的东西吗 贵分 你就是头发长见识端 现在科技多发达啊 人家科学家什么东西研究不出来 以后别近看那些没意思的连续剧了 多跟我看看新闻你也长长知识 省得到时候给我丢人 就你懂得多行了吧 小宝 你能不能再找你那个同学 要点这什么营养素 把咱们家这些桃树都给救活呀 或者咱们花钱跟他们买都行 您不用担心了 这事儿就包在我身上吧 等会儿回去我就去给我同学打电话再要点 不过这东西现在还是秘密研发阶段 你们可不能告诉别人 不然人家要是去法院告咱们的话 咱们不仅要倾家荡产 说不定还得坐牢呢 你放心 我跟你爸一定守口如瓶 对对对 我们一定不告诉任何人 那行 咱们先把这些倒地的桃树扶起来 等明天我要到生长树了 再来救治他们 爸 明天你再去山上多弄点戈针 把咱这园子好好围起来 这样以后野猪就进不来了 我去 这才修炼了一晚上 青帝慕皇宫我的力量就变得这么大 这要是修炼个百八十年 我岂不是真的能变成传说中呼风唤雨的神仙了 旺财 小宝在家没 你来我家干嘛 我来问问你主人 去不去改黄山 那你进去吧 好嘞 多谢旺财 小宝 干嘛呢 我研究磨盘呢 磨盘有啥好研究的 呵呵 我就是下琢磨而已 对了 你来找我有什么事吗 我来试想问问你去不去逮山鱼 我看村里人都去田里了 所以过来看看你去不去 当然去了 你等我一下 爸妈 我跟胖虎逮山鱼去了 晚上可能不回来了 那你晚上注意点 晚上田里辣条可多 放心吧 嘿嘿 翠芬你总说我不行 今晚腰子我吃的最多 正好小宝也不在家 操练操练 说什么呢 老不正经 奇怪的知识又增加了 这是一条狗能听的吗 汪汪 叫你妹啊 滚一边去 就会欺负狗爷 真没人性 我去金扇 小宝 你这运气可以啊 嘿嘿 宝哥出马 必须得开门红 这条黄扇又粗又长 我敢说女主播 肯定喜欢 可不能让他们看到了 不然这黄扇 估计就该遭殃了 哈哈 胖虎 你这思想 现在可是越来越龌龊了 嘿嘿 我只是说了个实话而已 行了 先不说了 咱们赶紧再多 逮点黄扇 争取今天晚上 破个记录 有了开门红后 杨小宝他们的斗志 也变得高昂起来 不断在水田田梗旁边 搜索起黄扇洞 一条又一条的黄扇 被杨小宝 他们丢进了塑料桶里 才短短两个小时 两人逮到的黄扇夹起来 就差不多有七八斤了 不过在这之后半个小时 两人总共只逮了三条黄扇 胖虎 咱们要不然去西边的水塘看看吧 那边黄扇也不少 说不定还能逮到几条大货 行啊 胖虎 旺财应该是发现什么东西了 咱们赶紧过去看看 叫你跑 接着跑啊 跟狗爷斗 你还嫩点 哇 旺财 干得不错 明天继续赏你肉夹馍吃 太好了 看我擒住他 撒开 你给狗爷撒开 别动 再动你的狗鼻子就没了 旺财 你这造型很独特吗 哈哈 来 我给你拍个照 留念一下 现在是说这些的时候吗 赶紧想办法 疼死狗爷了 旺财 你往水边走 等会儿到水里之后 这老鼻应该就松口了 泽泽 这老鼻真不错 估计得有三四斤了吧 差不多四斤左右 看这贝文 应该是七年的老鼻了 我去 那这一只老鼻 岂不是能卖个千八百块了 真是没见识 这种量货 不给个两千块鬼才卖呢 老鼻是越老越贵 尤其是像这种 超过三斤的大货 一斤起码都得四五百块 虽说对于农村人来说 这价格高的离谱 但对于城里人来说 这根本不算什么 毕竟人家吃的就是一个 健康跟原生态 可不差那几个钱 小宝你运气真好 啥时候 我也能带一只这样的老鼻 就好了 你放心吧 这老鼻等我卖了 也分一半钱给你 啊 这怎么行啊 那你不是吃大亏了 行了 跟我就别客气了 咱们不是早就说好了 晚上抓的货 卖了钱平分 我可不会见利妄议 小宝你这样 行了 别废话了 宝哥什么人 你还不清楚 吐口吐沫 是个钉 既然我说了 分一半你就拿着 再跟我客气小心 我不认你这个兄弟 行 那我就不跟你客气了 刚好等 卖了这条黄扇 我也可以凑到钱 买一部新手机了 你们只顾着在那商量分赃 却把本汪这个商员 给荡成了空气 你们眼里还有我这条狗吗 行了 别叫了 知道你委屈 等会儿回去 给你加个餐补补 胖虎 今天要不就先抓到这吧 旺财鼻子受伤了 我得回家给他清理一下 咱们顺便喝两杯怎么样 行 主人处理的也太草衰了吧 怎么办 本汪好像感觉不到 小老弟的知觉了 本汪不会就这么废了吧 不行 本汪要去看医生 喂 小宝 收野货的吴老板 到村委会了 你把咱昨天带的那些黄扇 拿过来卖了吧 行 我这就过去 各位老乡 今天黄扇的收购价三十一斤 别的野货价格不变 吴老板 先天黄扇不还四十斤一斤吗 怎么几年就降到三十了 老乡 你是不知道 最近黄扇产量上来了 生意越来越不好做了 我这三十一斤 从你们手里收获 根本就不赚钱 得了吧 你不赚钱谁赚钱啊 听说你都在城里买别墅了 我们买别墅怎么了 那是我们自己赚钱买的 有本事 你们也去买啊 行了 兴风就是雨的 我那就是一铺二手房 还不如咱们村里 盖的小楼住的叔父呢 吴老板 你赚多少钱 我们也不眼红 但你不能太压榨我们是吧 我昨天进城可是挺人数 黄扇现在价格都脏了 你不脏就算了 总不能再降价吧 就是 我们这大晚上 出去打个黄扇也不容易 你总得让我们赚个辛苦钱吧 乡亲们 我给你们三十一斤 已经算是很公道的价格了 你们不信去问问其他村的 我才给他们二十五一斤 那算了 我不卖了 回家给我儿子 顿了补补身体 爱卖不卖 真以为我们缺你那三瓜 两早四的 土鞭 哎 你凭什么骂人啊 我哪骂你了 我就说个实话而已 怎么了 你 对不起大兄弟 你大人有大量 别跟他一个女人 一般见识 我代替他向你赔礼道歉 吴老板 三十一斤 有点黑了 你就不能把黄扇价格 再提高一点吗 小宝 这不是我黑 主要是行情在那呢 今年我都亏了不少钱了 得了吧 你就别跟我卖惨了 你来我们村收获时间 也不短了 你赚多少钱 我们管不着 但你吃肉 总得让乡亲们喝点汤吧 不是我不念就行 主要是这黄扇价格 是真的提不了 但是其他野货价格不变 大家要是想卖赶紧来卖 如果你们不卖 那我就去其他村来 哎 算了 就这样吧 大家就当赚个零花钱 别跟他磨叽了 咱自己溜着也是吃的 还不如买几个钱 买点别的生活用品 眼看吴广发不提价 乡亲们也只能认了 毕竟大家本身 就只是赚个零钱贴补家用 从没指望靠这个发家致富 眼看村民们都放弃了 杨小宝也没有再做争取 吴老板 你看我这个老鳖值多少钱 哟 这么大的老鳖不多见啊 这可是好货 要是拿来顿仓绝对大补 你这老鳖不错 五百块钱我们买了 五百块 你逗我玩呢 这可是纯野生的老鳖 而且还是七年生的极品 一斤就得好几百 就只给五百块 真把我当成傻子了 小宝 你别着急 五百是有点低了 这样 我给你八百 这只老鳖我要了 这种大老鳖现在很稀缺 如果能买下来 绝对可以小赚一笔 吴广发 你呀坑人 不带这么坑的吧 我告诉你 这只老鳖 你如果要就拿两千出来 少一个子儿 我都不卖 两千 你想钱想疯了吧 小宝 两千块太贵了 你这别最多 也就值八百块钱 你如果不要就算了 我卖给别人去 行 你去卖吧 我倒要看看 谁会买你这破鳖 小宝 要不然 咱就卖了吧 卖八百总比自己吃了强 不卖 我还就不信 我这边卖不出去两千块 杨小宝 也是一个倔脾气 更何况周建芳 一副吃定他的样子 这更是让他心里憋着一口气 他今天还就非得把这只鳖 卖个两千块不行 只是这话放出去了 他找谁买这个大老鳖呢 杨小宝心中有些犯了难 对了 慕玲珑是做餐饮的 对这东西绝对感兴趣 喂 您好 请问您是哪位 慕总 我昨天晚上 逮了一只极品老鳖 不知道你有没有兴趣 哦 是纯天然野外生长的吗 对 百分百纯天然的 七年老鳖 重四斤一两 你要不然加一下我雕姓吧 我雕姓跟手机同号 咱们开个视频 我确认一下 医生 呦 这不是旺菜吗 是不是小宝有没给你溜饭 来来来 我这还有个玉兔 给你了 医生 本汪不饿 本汪是来找你看病的 我小老弟好像没用了 你帮我看一下 可我不是手艺啊 啊 那怎么办 你这个应该没事 会去夺和热水 应该就好了 你确定吗 应该差不多没问题吧 好吧 我听你的 木总 这个老编还不错吧 您也是行价 您给开个价吧 价钱合适 我就卖了 嗯 目前 七年生的老编 算是稀缺货 这样吧 我给你八百块一斤 要是四斤一两的话 我给你三千五百块 你看怎么样 目前市场上这种老编 也就六百一斤 木玲珑直接给八百 这价格绝对诱人 怎么了 你不愿意卖吗 愿意 当然愿意 那行 那就这么定了 你看你要是方便的话 能不能把老编送到我们酒店 运费我可以出 不用你出运费 我这包油 对了 木总 我这边还有一些 田里逮的黄扇 你看你要不要 就这么一点吗 我手里就这么一点 不过我们村其他人 逮的也有 架起来差不多能有百十斤吧 能保证都是纯天然的吗 当然了 有一条是养殖的 我赔你一百万 那好 这些黄扇 无论大小五十一斤 我都要了 货到付款 没问题 我等会儿就给你送过去 那就先这样了 我还要开个会 先挂了 吴广发 刚才木总的话 你都听到了吧 人家要花三千五百 我这老编 你竟然只舍得给我八百 你可真够黑的 哼 得意什么 不就三千多块钱 算个屁啊 说的也是 三千多块钱 算个屁啊 乡亲们 刚才木总的话 你们也都听到 有愿意卖黄扇的 都来我家 五十一斤 不限量收购 吴老板 你慢慢收货吧 我先走了 哼 我们走 吴老板 我这还有一百多个知了猴 你看您要不先收了 你们都去卖给杨小宝吧 我不收了 平方 大 酒 店 就是这里了 站住 你是干什么的 你好 我是来送货的 你们木总应该跟你们说了吧 不好意思哈兄弟 我们没有接到这个通知 所以你不能进去 或者你练习一下木总 那行 我给你们木总打个电话吧 你好啊 杨老板 你好木总 你今天可真漂亮 谢谢 对了 货都在这里了 你看看有没有问题 嗯 黑色的 还带蕾丝 不过本汪 怎么一点反应都没有 完蛋了 不会真坏了吧 不行 回去必须找小花试试 不然本汪不安心 不挺好 你直接送到后厨吧 让后厨给你开个票 然后去我办公室 我给你结账 好嘞 木总 我们家自己种的水蜜桃熟了 不知道您要不要来点 我保证比王母娘娘 盘桃园里的盘桃还好吃 真的假的 不就是个桃子吗 你尝尝就知道了 来来来 让我尝尝 这比王母娘娘盘桃园的盘桃 还好吃的桃子 到底怎么样 这桃子卖相还真不错 看起来应该会很好吃 这桃子太好吃了 能再给我来一个吗 呵呵 你想吃随便吃 管饱 好吃 太好吃了 怎么样 我没骗你吧 杨老板 你这桃子多少钱一斤啊 我这桃子可是特别培育的王冠蜜桃 所以这价格也稍微偏贵了一些 一斤五十 这种品质的桃子 五十一斤倒是不贵 给我弄两框 不对 弄四框 我等会儿连那些黄扇钱一起付给你 货 有钱人就是不一样 价都不讲 那杨老板 你先帮我把东西送到后厨卸货吧 好嘞 木总 货卸完了 嗯 好 这些货一共是两万八千两百 我给你抹个铃 三万 给你转过去了 你查收一下 货 好一个抹铃 那就谢谢木总了 如果没什么事 那我就先走了 等一下 杨老板 我希望可以成为你这个品种桃子的独家代理商 不知道你愿不愿意 啊 你想成为独家代理商 对 只要你愿意让我成为独家代理商 条件你可以随便开 这个 木总您是做生意的 应该很清楚独家代理权的重要性 更何况我这种桃子根本不愁销禄 不过我看您也是一个爽快人 我倒是愿意跟您长期合作 这样吧 我这桃子就按照五十一斤的价格卖给你 你们卖给谁 怎么卖我不管 但是你们销售净利润的三成 要给我当作独家代理费 如果您同意 我就把独家代理权给您 如果 我同意 好 木总够爽快 那咱们就这么说定了 以后我这桃子由你们独家代理 不过我也可以自行销售 这个没问题 独家代理权 只是禁止您再找其他的分销商 但您同样拥有销售权 嘿嘿 那我就等着你带我赚大钱了 适合做共赢 对了小宝 你能给我提供稳定的纯天然黄扇货源吗 价格好商量 你需求量是多少 每天一百到两百斤吧 这个量不算大 我们存的量基本上就足够了 我可以给你供货 那行 以后我们酒店黄扇的供应就交给你了 这价格就按照六十一斤来算 不过你必须保证 黄扇都是纯野生的 可不能以字冲好 不然咱们朋友都没得做 放心 我可不会做那种鱼目混珠的事情 好 那咱们就这么定了 我可不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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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可不得了